高雄參名區郭台銘和國民黨五位立委 提名人合照看板 挑動藍營敏感神經 在郭台銘宣布獨立參選後 又出現第二面 高雄鳥松路口 被民眾拍下看板的內容 同樣是郭台銘和國民黨五位立委 參選人的合照 只是這一回郭台銘 已經宣布獨立參選 國民黨高雄市黨部急得跳腳 要求看板下架不成 把矛頭指下高市府 看板沒有經過廣告物申請許可 高市府要求限期改善 無論是高雄三民區的第一面 郭台銘合照看板 或是鳥松區第二面看板 藍營都急著要求立刻下架 都可以看到國民黨議員或立委候選人 與侯友宜的聯合看板 據瞭解這些都全部沒有申請廣告物許可 既然黃昭順這麼清高 請問要不要也要求國民黨各立委候選人 主動拆除看板公平以對 綠營議員爆料藍營掛上與國民黨總統 參選人侯友宜合照的看板 也有沒經過廣告物申請許可的疑慮 澎文建議自主下架侯友宜看板 出現郭台銘粉磚來按讚紀錄 藍營和郭台銘之間的看板大戰 綠營議員加入戰局 三立秀 許氏廷文 高雄報導